快来 晒晒阳了 宝贝 可以 这会儿太阳真好 快 快 来来 你坐影子上晒好了 好 来来来 坐影子上晒 他们两个把都在 在影子上 可以 哎呦 个小白贵 好了 你再晒吧 晒晒太阳 你再去 起来了 嗯 女儿睡着懒觉起床 哈哈 在家休息就随便她 她起来说几点就几点 哎呦 你看 这过节还有人放鞭炮啊 花有点老了 要剪掉它了 剪掉这上面的花苞 它会慢慢开 最多还是有点舍不得剪 再让它长两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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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和老公两个睡懒觉 我是早早起来了 我睡不着 今天 我先吃了 他们两个起来 自己弄点吃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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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花茶,女儿说要喝菊花茶,这两边得上火 这个是菊花,再放两个枸杞 这样就可以了,菊花和枸杞 女儿不要红枣,她就要这样两样 我就这样煮给她,煮花茶 这个茶肉这样一扣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有的粉丝问我喝的什么菊花,我是这个杭白菊 我也是买了好多种菊花,我觉得杭白菊还挺好喝的 就是那个菊花味特别浓 像这个养生糊真的是超好用 煮花茶,还有水果茶,还有红茶,奶茶都很方便 然后颜值也漂亮 然后她煮好的茶,她一直都是保温的,一天都可以保温 那个保温的温度也可以自己调节 真的蛮好用的 原来爱吃草莓,我今天早上又买了一盒炒 炒莓的话这盒是20块钱 在我们楼下的超市嘛,感觉还不错 闻着那个草莓特别香 这个草莓的话我一般用这个果酥净化器啊,把它泡一下 这样洗的干净 这个洛神玫瑰太漂亮了 刚开始它那个是花苞,现在越开越大 然后它这个外面的这一层皮啊,如果有点老你把它扒掉啊 它里面就再,又长开了很多啊,非常漂亮 这个饺子下里我先放点盐,调味儿 这个是生抽 这个是我泡的那个姜和那个花椒,还有八角,那个水啊,这样是去腥的 用这个厨师机的这个搅拌棒啊,把它搅这个肉馅儿 功能的话调到这个搅拌功能,搅个三分钟 这个是韭菜,今天是韭菜下的饺子 这个肉搅三分钟以后,把那个盐味儿搅到肉里面,我再把韭菜放进来 再打个鸡蛋进来 再挤一点蚝油 再放一点点盐,我感觉我盐不够 老爸说要咸一点 可以了,现在再来搅拌啊 搅拌的话就用四档吧,快速 时间的话调一个 五分钟 要均匀一点 ok 这里,忘了放油 这记性啊,现在加点油进来 加点花生油进来,这样更香一点 这个肉馅儿已经打好了,非常的香了 这个馅儿你看,好香啊,闻着都香 像厨师机呢,它搅拌这个肉馅儿啊 一个是笋粒,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搅的很均匀啊,味儿都会很均匀 现在来和面,我用了这个250毫升的水 稍微微微一点点的水 然后这里是500克的骨面粉 然后,还是厨师机和面哦 我们把这个,和面的这个头,干锅头 功能的话就调到火热面功能 档位的话,调个三档 时间的话,活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ok 这个面团活得真的很光滑 随便揉两下 我今天这个面团的软硬 减度正好,感觉 也不粘手 可以了吗 醒一下 醒个十五分钟 我这擀的皮技术特别差了 自己擀的皮比较滑 它是光滑的,不是皱的 我擀的脚皮,感觉大一桶 今天饺子也太大了吧 我擀的皮大 好像包子 像包子 这样也快啊 是不是,一个点点 我们做饺子的技术还是不行 因为很少吃 不过能做到嘴吃就不错了 不用买饺子,可以自己做 我帮你烧水煮吧 感觉这个馅也正好 嗯,没多多吃 如果我们做饺子太辣了 就是八个我感觉就可以吃得很饱了 嗯 北方人好像一个小二小的 北方人啊,他们可能小一点 人家吃二小的肯定是很小的 像我们这么大一点的,比人家两个 嗯 可以了 现在是下饺子 这饺子像个小包子一样 好大啊 哈哈哈哈 狗狗们馋的不行啊 他们吃要剪碎他才行 等一下啊 先把他们喂饱 给狗狗们一人先三个饺子 一人一个,然后半点狗粮 因为饺子里面的肉有点肥 等一下再给他们一人吃一个 这饺子太大了 三个馋子 三个馋子呀 在这等了 姐姐喂他们啊 是不是啊 姐姐今天给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啊 饺子 哎呦,哎呦,你看 哎呀,三个知道,筋得很 行行行,等一下 我吃这个 他们知道位置的,你放好给你的啊 哎呦,吃的好香啊,你看 他们特别爱吃饺子 他吃 哎呦,这么大的饺子 老爸说这么大的饺子 我们像包包子一样 味道怎么样 可以啊 可以啊,够咸了吧 够了啊 要不的话我又怕你说不咸 好吃吗 好吃啊 自己擀的皮比买的皮好吃 有汤汁里面 好吃 哈哈 虽然这饺子包的太大了 像包子一样 但是味道还可以 自己包的嘛 好了,开吃 好好吃 我今天这面太好了 嗯 软硬度正好 有肉鲜的样子 嗯 这个鱼够小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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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 等一下再给你们吃啊 我们吃完就给你们吃 黄 让 ng 感谢观看